走 大姨 看什么呢 你来帮我个忙来 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 这笑的 这么荡漾 这廖哲拍的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车我认识 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 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 那大姨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 那就好上了 很正常 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 这你受得了吗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那缘分来了才挡都挡不住啊 我就怕这人 他要不是真心哪 刚刚受了情伤 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廖哲 廖哲受情伤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 现在又来追你姐 你这 这个人在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大姨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 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 我们俩就是好朋友 他追我都那儿玩的 这 就是这样 见一个追一个的人 才不让人放心嘛 你要干吗去啊 我去盯实验 你放心吧 我去帮你盯着点她啊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走了 你小心着点啊 注意 爱你哦 成天的在外头吗 成天的在外头吗 喂 什么事你说 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姓孟的怎么了 没有 跆拳道馆打来电话 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 一个小时之内 打了三十几桶电话找我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 是用八九是我妈 原来阿姨姓孟了 不好意思啊 妈这个人比较极端 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 弄去派出所了呢 对不起 那我先走了啊 等一下 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 咱们就大大方方地见她一次 没这个必要吧 喝点水啊 好好好 要加点凉了吗 不用 不用 喝热水好 我喜欢喝热水 对了 阿姨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还有地址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 不用担心一紧的 这哪儿看得清楚 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哪儿呢 桌子上吧 桌子上吧 这透明的就不让人看清楚啊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番纸质的 那倒不用 快快快 好的 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 阿姨 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 你看这桌布什么的 一点灰尘都没有 我家衣锦呢 是个普通的上班族 这房子都是租的 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不不不不不 阿姨您可别这么说 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态度了 一看就特别地温馨 其实我小时候 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 那会儿我妈跟你一样 没事也爱归去这个 归去那个 所以我一进门来 我感觉到特别地亲切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 就是刚刚给你 名片上面那家公司 我妈 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生病走了 过去的事就不再提了 你跟依锦是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阿姨 阿姨您相信缘分吗 我们这一辈人 都是家长 介绍相亲人似的 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其实 我跟依锦是不打不相识 那一天娜娜喝多了 我送娜娜回来 依锦以为我是个坏人 为了保护娜娜 真的要跟我拼命 她这个做姐姐的 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 这点像我 我能看得出来 您在依锦身上 庆祝了很多心血 把她培养得这么好 是 从小到大为了培养她 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您去啊 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 就拿那个娜娜 常喝的那种 不用 阿姨 我爱喝点水 老喝冰得对身体不好 热水挺好的 你多大呀 你妈去世之后 你爸有没有在找 你还有弟弟妹妹吗 你们是 我再给你加点水 妈 你喝水吗 我不喝 不用了 易锦 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 要是自家的大白菜 让猪给拱了 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阿姨 我是九三年的 比一仅大一岁 三十 你看不出来呀 谢谢你夸奖我 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 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 所以在个人问题上 就没抓紧 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男孩子这个年龄 没问题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 跟健康有关的产业 比如跆拳道馆 健身房 然后我主要是 打理国内的业务 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 我爸再婚了 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这挺好的 阿姨 时间不早了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下次有空 我带你跟易锦 一起去兜风 不用不用 开车慢点 好嘞 阿姨您留步啊 再见 我到家给你发微信 好吧 您慢点啊 拜拜 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 你该放心了吧 自爆家门 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 不过我提醒你啊 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 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 回头再耽误你几年 你这辈子都完了 妈 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 有了男朋友没结婚 一辈子也完了 结了婚没孩子 一辈子还是完了 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 那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 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怎么回事今天 又都你说了吗 我饿了 你不饿吗 我就是觉得 这跟廖哲 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又怎么不对劲啊 我也说不上来 妈 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 都不对劲 这你说对了 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 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 您通过验证一下啊 好好好 看见了吧 可以做饭了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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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做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